最新现场来看到是前几天 这歌手张慧妹上节目大方认了 和何守正的恋情 还说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是要开心 不过下午看到何守正现身 提到阿妹她还是非常的低调 建议大家把焦点放在她的音乐上面 现在请你连线给记者罗佩宇 好的 请你连线给记者罗佩宇 好的 请你连线张慧妹 前几天在节目上终于松口 跟何守正正在交往当中 不过相较于阿妹的大方 坦然下午何守正被问到恋情 则显得相当的低调跟害羞 其实有的那个报道不是讲什么就这样 就是有时候报纸会断章取义 然后人家搞不好原本的意思不是这样 然后你们就要把它放大成这样 我觉得也不太好吧 对啊 人家现在在发片了 我觉得应该注意人家那么辛苦 这样子筹备的专辑比较好 不要去就是顾到别的事情 对啊 因为做专辑很累 你们有关心呢 我妈妈都是以为为主啊 对 所以她也不会急这样子 你们这样不会累啊 这很累耶 好了啦 大家都有 你们可以交差了嘛 好不好 可以看得出来吗 何守正被问到恋情 真的是很紧张 不过护女友心切的她呢 也希望外界能够多放点焦点 在阿妹的音乐上 被外界称为是正妹恋的何守正 跟阿妹呢 这个相差近八岁的恋情格外 受到外界的注目 不过两个人对于交往呢 总是相当的保守 不愿多谈 甚至不曾同台现身过 但是前几天呢 阿妹呢 大方承认了何守正跟 她现在是现在进行事 是不是也动了想婚的念头呢 也让外界相当的好奇 好的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的情况 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哦 好 之前呢 这个女方已经认得恋情 但是男方似乎